又想起一句古语 打当前兄弟上阵夫妻兵 除了中国队的庞伟和肚力之外 在这个美国队也有一队这个夫妻兵 他就是这个美国著名的设计运动员马帅艾蒙斯 和他的妻子杰克的设计名将卡特琳娜 他们俩应该说是第三次携手征战奥运了 来看看他们如何在奥运会上 谱写出一段浪漫的传奇 八年前的雅典奥运会 艾蒙斯鬼使神差地打错了榜 控制金牌 在赛后到嘴巴 戒酒消除的艾蒙斯 劫持了杰克美女 当即奥运射击冠军卡特琳娜 卡特琳娜的安慰 让艾蒙斯走出了阴影 最后两人洗劫连礼 四年前的北京奥运会 艾蒙斯再次最后一项失误 将金牌总手让给中国拳手 又是妻子给了他深情的拥抱 消解了他的沮丧 两年前刚刚做了父亲的艾蒙斯 却又突然得知自己罹患了甲状腺癌 还是卡特琳娜和女儿 帮助她战胜的疾病 恢复了信心 艾蒙斯是不幸的 但艾蒙斯也是幸运的 兵败雅典让她收获了姻缘 女儿的诞生是她继续留在赛场 和与并魔斗争的最大动力 现在艾蒙斯再次顽强地 站在了奥运赛场上 与妻子携手挣扎奥运 屡败屡战还是屡战屡败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享受奥运会带来的快乐 伦敦奥运会开在之前 艾蒙斯与卡特琳娜一同训练 两人都很放松 艾蒙斯不时会走到妻子身边 讲些开心事 让人都开怀大笑 开赛后首日的女子 十米七步枪决赛中 卡特琳娜在靶场上 凝神静气 艾蒙斯在场下为妻子 尽情欢呼鼓架 每次卡特琳娜打出 十点七环 十点五环这样的好枪 艾蒙斯在看台上 都会正比高分 尽管没有得到奖牌 卡特琳娜在赛后 依然得到了丈夫的拥抱 在奥运赛场上 艾蒙斯夫妇也许并不是幸运的 但比别人幸运的是 他们拥有令人羡慕的爱情